緬甸人過新年 仰光慈濟志工下鄉 分送新年祝福 農村裡摩托車 是最佳代步工具 到了照顧戶的家 慈青捧著一整鄉的新年禮 向長輩獻上祝福 七年前失明的烏丁溫 原本和女兒相依為命 但前幾天女兒出嫁了 家裡只剩她獨居 志工送禮之外 也給予關懷和鼓勵 讓她對生活不那麼絕望 這趟新年的送禮行 慈青們都是在志工 烏扇甸的帶領下完成的 她在去年底回臺受政後 更積極做慈濟 希望把扇的種子 廣播在農村裡 一份真誠的新年禮物 讓慈青年輕人體會到付出的喜悅 也讓生活辛苦的農民 能快快樂樂過個好年 大愛新聞 黃鹿發 陳永盛 泰佐佐 緬甸報導 再次 由梁北斌